救護車鳴笛聲鐘 吉普車依規定停下來 離讓卻被後方小貨車直接撞上 當場滑了出去 救護車駕駛目擊這一幕 只能放慢速度前進 路口監視器也清楚拍下過程 意外是發生在15號下午2點多 地點就在台南市永康區 高速二街與復興路交叉口 小貨車疑似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加上未留意前方狀況造勢 結果挨撞了吉普車駕駛受了傷 還好傷勢不嚴重 造勢的小貨車車頭嚴重凹陷 挨撞了吉普車後車窗破裂 車身也明顯毀損 號稱縮小版大居的吉普車 由於便宜好入手 曾造成轟動 形成搶購潮 成為露營者的好夥伴 好多人行駛在路上 已規定停下離讓救護車 卻被追撞 造勢司機受罰之外 恐怕也得賠償不少維修費 TVBS新聞顧守昌 彈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